就中招像將用餐造成的群聚感染 在各地延燒 但去中央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禁止內用 很多人說既然內用的風險高 乾脆選擇室外用餐好了 不過根據國外的研究 在室外用餐 飛沫的傳染力依舊很驚人 像是聊天1.3秒 就會噴出1萬個飛沫 那麼尤其在戶外 有風吹來的時候 這病毒恐怕還會飛得更廣更遠 不過在嬉皮支頓牛排 34人染疫 傳染鏈還全國擴散 從北到南用餐 染疫數字狂飆 有人說既然餐廳內用風險高 那乾脆選在室外通風座位用餐 但醫師給了令人震驚的答案 只要你卸下口罩的話 其實你就有飛沫傳播的危險 不管是在室內或者室外 根據日本的研究數據 如果食人圍在戶外用餐 不戴口罩互相交談 結果發現1.3秒聊天過程當中 就可以產生約1萬個飛沫 在戶外無風的狀況之下 飛沫就能達到1公尺 正對面的人將受到整體飛沫 約10%的影響 如果裡面有確診者 想不中罩都難 戶外如果有風之下 他們的飛沫可能會超過1.7公尺之外 就是2公尺左右 也是說傳給在場的10個人 戶外如果有風 染疫恐怕更快 研究顯示只要吹起 每秒0.5公尺的微風 飛沫擴散範圍更廣更快 說話的人正面和下風處的人 通通被飛沫噴到 顯示室外用餐的染疫風險 沒泥像的簡單 研究顯示室外用餐 可不好比餐廳內用更恐怖 但歐姆狂伺機而動 無孔不入 最安全的恐怕還是只有在家用餐 記者林偉